歡迎收看花絲奶暗黑料理 今天教大家煮的是偷渡蛇羹 材料有昂膠蛇12條 水與金斑傻虎各一隻 花絲奶今天我們煮什麼? 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們今天煮偷渡蛇羹 一聽就知道不好吃 煮食除了味道之外 已經很重要的 之前有五隻蟑螂去台灣 就觸發我創作這裡送的靈感 除了五隻蟑螂之外 我們準備12條蛇 這12條蛇裡不是隨便選擇 我們要選其中一條大小小 大小小這條叫什麼? 叫蛇頭 另外那11條小蛇也不太講究 中間有幾條是有鈴鐺的 大家如果找不到 這個11條小蛇也不要緊 我們可以用斑去代替 那星斑還是石斑? 我們不用星斑這麼便宜的 如果找不到12條小蛇 我們用一種斑 就用金斑來代替 事關新聞說 有幾個沒什麼鈴鐺的 是跟上船的 除了斑之外 我們還要準備一隻水魚 阿吉拉 你先幫我先煲水 至於調味料方面 我們要準備一些 鹽金 因為你也知道 蛇草是要鹽金的 對嗎? 阿師奶 為何你現在用鷹獅子 一般著草 我們就要準備 美金或港幣 但為何我們要準備鷹獅子 就是這12條人蛇 那個蛇頭的幕後黑手 就預料推牠們去死 所以我們為了應景一點 所以我們就會用鷹獅子去代替 哦 那即是去死了 沒錯 我們還要準備一碗灰 這碗灰 就不是普通的灰 這碗灰就叫做 毒灰 這個毒灰 就是這道菜的調味靈魂 是不可以缺少的 花絲拉雅 那些材料是否一定要新鮮 又不一定要用新鮮的 你一看就知道這12條蛇 硬膠膠 所以它煮出來的味道 就會硬膠很多 還有一隻傻蝦 搞得不少得牠 整時只有一個女人 加上那隻傻蝦 可以增加它的鮮味 阿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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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幫我用一根鹽 一根糖 去醃蝦 讓它們再硬膠一點 阿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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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鹽又甜 味道會不會很怪 在這道菜裡面 是不會的 因為現在這12條人蛇 是在鹽甜 那裡被人看守著的 所以鹽甜的比例一定要一樣 這樣才不會覺得味怪 阿甘 阿甘 那些蝦蛇 你幫我醃半個小時 那現在這隻水魚 你就把它放在 和蝦蛇一起 哄一下牠 哄到牠們肯著草 那隻水魚才會出到味 阿甘 阿甘 那些水魚和蛇都搞定 阿甘 你真是愈來愈乖 好 我們要倒些油 然後 倒這5隻蟑螂 下去 煎香牠先 好了 你煎到差不多 上下 然後 我們就要把鹽甜放進去 好了 讓牠們開心一下 讓牠們以為有錢 有人給它 聞了 現在你聞到嗎 嗯 有些蟑螂的糯味 和鹽甜的香味 阿甘 你先把蛇和水魚放進去 一鍋放進去 好 我們爆香一陣子之後 剛才熬了水 我們就一鍋這樣倒進去 我放進去之後 好 好 接著 蓋上去 開大火 為什麼要一鍋過 因為 因為 一鍋熟 當大家見到它滾起的時候 這包灰 我們是要先把蟑螂捏一下 先把蟑螂捏一下 先把蟑螂捏一下 要好好準備 和要夾好時間 才可以放進去 阿甘 你先把蟑螂捏一下 為什麼要把蟑螂捏一下 說明是把蟑螂捏 怎麼會讓你看到我怎麼把蟑螂捏 你把蟑螂捏一下 就把蟑螂捏一下 這樣 這些蟑螂捏完的蟑螂捏完之後 再把蟑螂捏一下 放進去 好了 阿甘 你可以回頭 我們先看看蟑螂捏 它已經滾了一會 嘩 好香 看來也挺心涼 是嗎 我們再煮十分鐘就可以吃了 我們的蟑螂捏就完成了 阿甘 如果大家想重溫我們的食譜 可以上回蟑螂捏劇場 和 新潮米頻道 去重溫我們的節目 好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記得訂閱蟑螂捏頻道 支持我們繼續我做